我这两天做了一个试验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种植袋呢 一个是不铺地膜 一个是铺黑地膜和铺一个透明的地膜 然后它这个温度的变化 看下我们做了一个对比 这个是透明地膜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温度感应探头 这个是黑色的地膜 黑色地膜同样也插了一个温度感应探头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不用地膜 然后同样我们也做了一个温度探头 来检测它的温度 看下来没这个 今天下午 然后太阳不是特别足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到目前为止 今天下午的温度一个区别 这是黑色地膜的温度 今天下午现在已经是三点多 将近四点了 看一下这是21.6 这是白色地膜 白色地膜的温度 21.3 21.4 21.5 基本上这两个地膜的温度 到下午的时候温度是一模一样的 再看一下这个没有放地膜的 中文第二点温度 看一下 20.5 就是说不放地膜 一放地膜的相比的话 会低1度左右这样的温度 然后呢 黑色地膜和透明地膜 这两个没有啥区别 在太阳出来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 这个黑色地膜反而升温要比白色地膜 升温要快一些 然后我们到明天一早 就是六七点的时候 我们再测一下 就是说在最低温度的时候 这三个之间的一个温度差别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多 现在棉被还没有上卷了 还盖着棉被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棚树里面的温度是多少度 13.9 这是棚树里面的温度 我们再看一下用这个黑色地膜盖的这个温度 18.8度 看白色地膜 18.9 19度 稍微有一点差别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直接用棕树袋的 就没有敷地膜的 18.1度 相差了就是0.7 0.6这样的 这个无土栽培 相对来说 附上地膜 特别是在冬季 对这个地温的提升 对这个根系 温度的提升 还是有明显的帮助的 一般情况下 白地膜 相对要比黑地膜要好一些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